哈囉 你好 我是諾斯 如果各位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張隨時關注我們最新的影片動態唷 好的 今天我們要繼續回到 我們諾斯王朝系列影片 我們在上次比賽中對決荊州勇士隊 最後是以42比46的情況下輸掉那場比賽 那我自己覺得在那個年代 你說要追分相對起來就比較困難 而且特別在於說包含的外線球員啊 包含的小前鋒都不是特別強的情況下 因為你在內線或許有辦法進行一些得分並且要的一些犯規 但是當你被採取雙人包夾的時候 相對起來他們傳球能力就沒有這麼穩定的情況之下的話 這就是我上次最主要會輸的原因啦 因為我在後期好像被操了大概兩到三球左右 結果還就是失之毫離 差之千里啊 那在上次的影片之後的話 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有一個東西的話 我覺得我一定要做一個遵守 就是我覺得我應該要把這個球員的薪資的話給控制住 就是不能就是超過太多 這樣會導致我球隊過強 就失去這個影片的趣味性 所以我這邊的話 我的終極目標是希望這個薪資上限空間可以是正數 這是我希望的 尤其包含的Bubber Lanier 阿堅奧拉主管這兩個就佔了我們薪資的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相對而已的話 我們可能要做一些交易案 喔對呀 派克森的話甚至直接一百萬了 但是這個組合的話我盡量還是先留住 所以Danny Edge 還有像是Bran Little 這樣就是薪資比較高的球員 那我這邊的話應該會先把他給交易掉 雖然Danny Edge只陪伴我們一集啊 但我自己覺得他其實還算不錯用的球員啊 這邊我直接跟猶他爵士隊換這個1987年的選優權 加上這個Bob Hansen 好像也是不錯的選擇啊 又或者更深安東尼亞馬次隊去換這個選優權 我沒記錯的話1985年的這個時候的話 有這個Chris Moly 然後包含卡馬龍這些群的話 其實都是不錯的 所以我們這邊先把這個Eddie Brooks 先給交易過來 然後我們這邊再順勢做其他交易 這其實是可以的 先做這比交易吧 對沒錯我們就多了一個79萬的人啊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這邊再把Brooks加上Groundfail 兩個加起來去換這個Copecheck 雖然沒有省錢 但是我們又把兩個球員換成一個球員了 這邊再加上1988年的第二輪血友圈 好我們這邊再換一次 欸沒有錯 所以我們能夠換到極致的話 就是把125萬去換成大概60萬左右 這中間大概差90萬 我們就節省這些薪資 沒錯我們大概消除了一半左右的薪資壓力啊 那我們目前為止的話只有13個人 所以我這邊再從自由市場裡面要來這個叫做TerryTigle球員 我發現這件事情我不要把自己搞死好了 我就是弄到奢侈碎線就好了 要不然如果我連最基本最基本的球員三巨頭 我都抽不出來的話 我看我自己的話我應該一下下我就被想拍了 幹太累了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先直接來到這個12月23號 也就是可以做第二輪交易的一個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薪資降低一點 然後也把這個球隊變得更強一些吧 現在我們來到12月23號 目前為止的話我們戰績是12勝18敗 戰績來說的話是分區第8名是可以接受的一個戰績啊 看來有沒有機會100萬 把它做比較一樣 喔! Jack Sigma 這樣在今年的話我們的價錢是沒有任何的差別性 只是我們多把這個Jeff Cook一起交易過去 並且要到一個1989年的一個選用權啊 雪鑽 而且我們可以在禁區做雙塔 211公分的Jack Sigma 再加上213公分的這個Hakken Ola組完 然後並且Sigma我記得我當初有稍微介紹過這個球員啊 因為對西雅圖來說的話他是不可教育球員啊 沒小心的話我們就可以嘗試做一筆交換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處理下去吧 好我們現在這個內線組合 Jack Sigma加上Hakken Ola組完 那Lanneer這邊的話我先暫且讓他打Keepe好不好 哇這什麼組合啊我的媽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來稍微對決一下丹佛的晉會隊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話他們的內線組合是可以跟我們與之相提並論的 對方的話有這個Gowen Alice English Bandway Dan Esau 還有Bill Cartwright 其實他們算是一個超級全明星陣容啊 就以當時的年代來說 那當然啊塞爾提克可能更強一點啊 但我們這樣的一個內線組合能不能尻過對手 這件事情我本身也是挺好奇的好不好 好那我們這段話就直接來進行我們今天的比賽吧 好啦那今天我們今天交以來這個內線雙塔 Sigma加上Hakken Ola組完 那肯定是要多一點內線折分的啊 反身 這球有高擾到 拿下 Bandway這邊的話 這肯定是不用管他的 內線直接點上去 來兩板 再上 好球M1 好球M1 我老主人的發球很難形容耶 很難進耶 擋拆籃籃底下 忘了兩下 再上好球 一個拉回之後 再翻 有點失位就直接上去了 這個擋拆 防抗中距離 內線守住了 可以 喔唷 26% 這個擋拆內線 欸 欸出界 內線站好內線站好 內線站好 雙塔頂起來 拉開外線空間 上去 拿下安排 再上 好球 嘿嘿 Sigma牛逼 我現在黑白雙熊要統治進區啊 完全手爛 板板板 我們現在外線不管是誰都沒有差 最重要的就是給內線雙塔繼續慢慢打 來下個擋拆 直接繼續灌籃 恭喜 來一下 哇 這個出手有點太頂了吧 還好還好 這樣我們替補又有一個人可以繼續進行得分啊 那這樣多舒服啊 發生 球進 OK 我們現在聚齊了 全內線 中技術最好的所有球員啊 好不好 來一下 JAMS 這球被告得到 內線內線 幹嘛擠成一坨啊 西瓜人欸 來JAMS 手爛 OK的 穩 下板 3分 哎呀這球沒有進 好第一件就目前挖是10比2啊 我直接 臉爆對手進去啊 好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在內線的得分量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啊 來 球給你 喔唷 他重距離也很棒耶 來來來來 這邊再來測試一下他重距離 來 啊 這球按早了 我沒有用過他投過籃啊 所以這邊可能需要一點時間示意 好內線直接卡位卡好了 不用在意不用在意 我們的內線兩個人 髮型都幾乎一模一樣啊 很難辨認的啊 連切入 身材又是頂進去 OK的 喔這樣沒有進 前面那個人他身高是 幾乎是你兒子的身高了耶 哇你這樣都不進 中距離 控擋機會 直接來了 英格斯 籃底下只硬打 哇 我覺得我下次比賽的話 我應該會想要弄個大概 六分鐘或七分鐘左右 就是在影片的長度來說的話 會比較剛好一點 有外線 中距離跳投 哎呀 這被一個火鍋啊 我以為他可以用身材又是頂過去啊 但沒想到他投籃動作是蠻慢的 這被海格斯的話算是一個功能性球員啊 他所要的功能就是 進行中距離的一個得分啊 除此之外他什麼都不是很強 翻山 可以 再來一個 我頂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之後啊 這個馬又可以中距離啊 來 內線 喔唷 這個傳導 你這個就是臭藥飯喔 你這個藥都爆炸喔 哇你剛剛那球吃相比鄧家華還難看喔 你不要這樣子喔 我真的比你們還壞欸 懂了嗎 哈哈哈哈 喔 卡特 好球啊 不知不覺 雙方的這個比數的話 已經來到直下兩分差距了 屏屏面 上籃得分 OK 我覺得這次我的內線打起來 有比上次好一些啊 因為我稍微在做一些 這個內線的一個鑽研啊 手到 直接火鍋送你啊 哇 那個巴掌就酸一點上 直接進去邊 空洞接力 哎呀 難看難看 真的難看 進去收好進去收好 哇 又要犯規 哇真的是 不是我們大家好好打球嗎 何必每次都來這招呢 第二節 剩下最後一波進攻 直接拿下籃板 目前換了16比13 睡一下 馬上 好來 我們現在來到第三節啊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感受到一件事情啊 這比數基本上 你把這個 整個場面遮起來 我以為是在打棒球 你知道嗎 上去 要犯規 OK啦 唉唷 稍微干擾一下 唉唷 他們的中距離都穩到不能再穩的那種啊 這邊直接操掉 哇 他在把球賞我臉上耶 來 點得過嗎 點不過 上去 唉操掉 OK的 中距離完了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真的不行 我得承認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們的外線現在幾乎跟沒有兩樣 我們本來還有這個 Paxson 但現在Paxson都沒了 來擋拆 小炮 OK 哇我這個變相變到有點 那個 從右邊到左邊啊 直接一氣喝成啊 其實以前的人打球有種美感 你知道嗎 這不好說啊 就是現在打球的話 就是屬於快節奏啊 然後那個年代打球就是 你會慢到 每一球都是經典的感覺啊 我只能這樣講 這邊墊布中頭 還是有干擾到一下 還可以 目前為止抓個六個籃板 如果我們把這樣的一個分數 拉長到這個十二分鐘的話 我看起來分數大概也是只有四五十分而已吧 哇怎麼節奏可以打成這麼慢 好 一個打拆 上去 這球居然 沒有要犯規 哇 這球要是現在早要犯規了 你知道嗎 KGO 擋拆 給他內線 機裡面上了得分 就 哇 卡特萊不會是這個 賈克共同隊奪冠時期的這個超級大將欸 哇他防守有過強 來 幫我做擋拆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嘗試一個中距離 沒機會啊 進去變這灌籃 哇 舒暢舒暢 酣暢淋漓的進去灌籃啊 這球再回一個五萬線 English 感覺也是不太能放他這個三分球的啊 喔呦 他們好狠 真的 他們好狠 小晃上去 要犯規 OK了 快的兩發動機 OK啦 完了 完了 OK 欸 想搞笑 想搞怪 最喜歡 你在那邊 給我搞那些 七七古怪的操作啊 哇 近驅神獸啊 哇 歷史第一中攻 歐拉祖然在自霸籃下的時候啊 小喵牛還在吸奶嘴啊 好不好 WOW WOW 直接上去87 唉呀 這就算是我大意啦 沒有閃啊 先給 直接中距離 唉呀 拿下籃板 再上 直接拿回籃板 拋頭 唉呀 這球 這麼大空檔我沒進 這球 我太大意啦 手到手到手到 拿下籃板 沒線 沒線 唉呀 這個傳球路徑 沒事 我發現一件事情啊 是我們的這個 傳球者 每個人傳球他們都爛得要死啊 真的不是我接不到啊 有 頂過了 可以 第一位陳底部大師啊 打起來就是穩 沒線 喔 KICK VANDWAY 你這邊就量啦 沒得打的啊 開身 終於跳投球進 你沒得打的啦 我看就知道你這邊一定 一定爆炸啊 等等喂 直接夾起來 不可能 水啦 這邊就開始做這個犯規啊 唉呀 我們來用這個Sigma來做罰球啊 他反倒說我們罰球相對起來 還算穩的啊 好不好 哇 他們完全沒有得分的意思是怎樣 給你三分球啊 我沒差啊 好 最終我們是31比26 贏一下這場比賽 然後我 是看過歷史上 得分最低的比賽啊 就姑且不論我防守好不好啊 結果他們的得分量實在是太低了 你知道嗎 那今天HKICK ORAJO的話 是得一下14分 7籃板移竹光的表現 JACK SIGMA這邊是拿到9分 6籃板移竹節表現 好啦 之後比賽的話 我應該會設定成大概6分鐘左右 因為畢竟在比賽之前的話 我還會做一些操作 那這樣的一個比賽時場的話 應該會比較剛好一點 又或是另外一個方法 以後如果我們要模擬比賽的話 我們會直接摸你前面三節 然後並且在第四節的時候 我直接打滿12分鐘 這兩個選擇的話應該都是可以的 那這邊各位觀眾朋友 可以跟我講一下 我怎麼做的話 各位會比較喜歡看啊 好但確實我覺得 目前為止 我這個陣容的話 是非常好的 不過我這邊 寶貝倫尼爾應該會在下一集 再做一筆交易案 然後把它去換成 呃可能其他比較好的一個 W後衛 又或者是一個 控球後衛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們這個外線 是爛到我 完全不想去用他們 我目前一個狀況是這個樣子啊 我不知道各位是怎麼想的 但是我們現在進去雙塔 是真的很強啊 兩個人加起來 平均命中的話大概都 五成到六成左右 所以我覺得算是 還蠻好玩的一個組合 好了那以上的話 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並且開啟想到 隨時關注我們 最新的影片動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